初春的阳光温暖地照在大地上,在这样一个午后让人有些昏昏欲睡,刘鹏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,听着外面的风声,一双眼皮逐渐开始打架,眼看就要合上,手机不合时宜地震动了一下,刘鹏皱了皱眉头,他本来想要无视这一条信息,又怕是公司经理老杨发给他的。 他只好懒洋洋地直起身子打开了手机,原来是同事陈南给他发来了一段视频,这个时间陈南应该是在外面才对,他会给自己发什么,反正睡意已经被驱散得差不多了,刘鹏顺手打开了那段视频。 困意顿时消散全无,视频中竟是自己的妻子左文,虽然只是初春,但是他穿了一条堪堪盖住臀部的裙子,诱人的眉腿就这样露在外面, 而左文此时正搂着一个光头男人的手臂,两个人举止亲密地走进了一家酒店,那家酒店正是麦森哈尔大酒店,是一家国际知名的五星级酒店,那金色的大字格外晃眼,让刘鹏的心也跟着刺痛了一下。 尤其是进门的时候,那个光头的手还很不老实地在左文的两团之上揉了一下,左文居然躲都没躲,刘鹏顿时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。 难道左文利用工作的时间和其他男人去五星级酒店了,他捏紧了手机质问起拍摄这段视频的陈南,你是从哪里拍到他们的? 对面的陈南过了几分钟才回过来,哥,我也是路过偶然看到这一幕的,不过也可能是我看错了,只是我得跟你提个醒,这种是你懂的。 作为男人刘鹏当然懂,他气得重重地垂了一下桌子,吓了对面的同事理想一跳,哥,你怎么了? 刘鹏一时激动,忘了屋子里还有一个人,没事,我看电视剧呢。 抱歉啊,吓到你了。 李翔有些称怪地看了一眼刘鹏,也没有再说什么,刘鹏赶紧来到公司的走廊,他拨通了妻子左文的电话,妻子居然关机了。 要知道,左文是一名医药代表,作为销售行业的他,手机可是24小时不会关机的。 除非他现在在做一些不想被人打扰的事,刘鹏火冒三丈,他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,现在就想要杀进酒店将那对男女就地解决。 但是,自己毕竟还是在公司里,想到这里,刘鹏心中的冲动消解了一些,就在他想着怎么跟老杨请假的时候。 左文的电话居然主动打过来了,老公,怎么了?你刚才是不是打给我了? 刘鹏的脸色沉得几乎可以滴出水来,这个时间左文应该在外面谈业务。 但是,此时他周围出奇地安静,左文,我希望你告诉我实话,你现在在哪里? 电话那头的左文似乎愣了一下,怎么了?老公,你是不是有什么事? 你现在在哪? 左文笑了,但笑声中带着一点声音,我现在就在麦森海尔大酒店啊。 刘鹏听了妻子的话,把拳头钻得咯咯直响,胸口也开始剧烈地起伏,牙齿也咬得紧紧的。 你再说一次,你现在在哪? 左文这次的声音比上次还要压低了些,尽管他的周围是那样的安静。 我说,我在麦森海尔大酒店。 不跟你说了,我马上就要开会了。 等会议结束我再打给你。 说完不由刘鹏再说什么,左文直接挂断了电话,刘鹏气得一拳打在了墙上。 到了下午,刘鹏本以为可以等到妻子的电话,没想到整整一下午都没有消息,眼看到了下班的时间,同事们早就已经走得干干净净。 刘鹏却还在座位上拨打着妻子的电话,左文要么就不接,直接按掉,要么就是对方处在盲线中。 如果说之前的那个视频让刘鹏陷入暴怒,那么左文现在的状态就让刘鹏如坠迷雾。 他已经被疑惑所包围,妻子虽然工作很忙,但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 难道左文真的在外面有什么,终于电话接通了? 左文的声音显得有些嘶哑和疲惫,但是依旧能够听出他的兴奋。 老公,这一单终于签下来了,这一下午的努力没有白费。 晚上我们公司聚餐庆祝一下,我不回家吃饭了。 刘鹏还没等问妻子去哪里吃饭,左文又一次急急地将电话挂断,这一点也有些反常。 因为左文如果有聚会或者生意上的应酬,他一定会先告诉刘鹏他会在什么地方吃饭。 但是这次左文什么都没有说,刘鹏努力告诉自己一定是想多了。 他们夫妻那么恩爱,虽然结婚多年没有孩子,但一直生活得不错,怀着对自己的不断安慰,刘鹏回到了家里。 因为家里没有人,所以就显得空荡荡的,时针指向了十点左文还是没有任何消息。 期间刘鹏给他发了很多微信,但是左文只是让他不用担心,接着就没有了回应。 脑子里不断回想着妻子搂着光头男人走进酒店的画面,还有一场安静的通话环境,以及妻子那种略带诱惑的嘶哑声音。 那种嘶哑的声音刘鹏不是没有听过,只是那是在他们的卧室中啊。 不安的在地上躲着步子,刘鹏有些坐不住了,他开始给左文打电话,但是对方依旧还是不接。 在打了不下十个电话之后,刘鹏居然听到妻子的电话铃声,好像就在门外响起,这是敲门声也响了起来,刘鹏疑惑的打开了门,刚要责怪妻子,首先却看见了一张男人的脸, 刘鹏被男人吓了一跳,向后退了一步,接着疑惑地看着他,男人看起来很年轻,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向刘鹏打着招呼。 姐夫不好意思,文文姐今晚喝多了,他侧了侧身子左文的脸从后面露了出来,他依旧穿着白天视频里那条很短的裙子,白皙的长腿显露着好看的曲线。 刘鹏看着醉酒的妻子,不由得怒火中烧,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在外面喝成这样,况且是一个已婚女人。 虽说是好意,但是看着左文现在已经醉得不省人事,这一路上可能一直被这几个男人开游,自己还不能说什么过分的话,刘鹏暗暗攥紧了拳头,我知道了,谢谢你们还把他送了回来。 刘鹏将妻子扶到了沙发上,因为左文现在走路都成问题,所以刘鹏在扶他的过程中,他的裙子不断向上蹭着直接卷到了腰部,刘鹏气呼呼地把左文的裙子扯了下来。 勉强到了他的大腿,妻子早上出门的石穿的根本就不是这一件。 妻子短期是醒不过来了,刘鹏也只好坐在他的身边等他醒过来,好问问清楚今天究竟是怎么回事。 等了不知道几个小时,刘鹏实在熬不住,困意在沙发上睡着了,等他醒来,发现妻子已经不在身边,洗手间传来哗哗的水声,刘鹏走过去拉了一下门,居然是锁着的,他敲了两下门,妻子没有开。 刘鹏又重重地雷了两下,让他有些意外的是,左文还是没开门,而是隔着门跟他对话,老公,怎么了? 把门打开,你关门干什么,还怕我看你不成。 左文犹豫了一会儿,才把门打开,他用浴巾遮着身体,隔着雾气,看着自己的丈夫,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, 今天和哪个男人去了麦森孩酒店? 刘鹏的话,让左文的脸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,老公,你说什么呢? 他皱了一下眉头,今天我去开会了,在会上还签了一个很大的订单,所以晚上我们才会去聚餐啊。 刘鹏再也受不了了,他直接掏出手机,打开了那段视频,开会也好,签单也罢, 难道需要和别的男人左搂右抱吗? 左文,你当我是傻子吗? 刘鹏准备了一肚子的话,他想了一下午家一个晚上,就是准备在这个时刻反驳妻子, 谁能想到左文根本没去接手机,也没有看那个视频。 老公,你让我洗完澡可以吗? 我头上还有泡沫呢,等我冲干净再看。 一句话就让刘鹏语色了,他默默退出了洗手间,听着里面重新响起了水声, 感觉自己瞬间没了气势,过了一会左文从洗手间里出来,他只围着一条浴巾, 一只手还用毛巾擦着不断滴水的头发。 左文坐到刘鹏的身边,打开了那段视频,看完他温柔地看着丈夫, 所以你看到我被开游,就是我和别的男人有事。 他只用了一句话,让刘鹏再次有些语色, 不是,但你们确实是挽着胳膊走进的酒店, 况且你怎么换了一条这么短的裙子。 左文叹了一口气,他软软地靠在了沙发上, 老公,我们这一行越来越不好干了, 今天是你总让我换这条裙子, 就是为了赔视频里的这个大老板,好拿下订单。 你们领导居然为了订单,让你出卖色相? 刘鹏气得直接站了起来, 但左文不慌不忙地让他坐下, 不能这么说,老公,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? 刘鹏就像一只瘪了的气球, 瘫倒在沙发上, 妻子的话似乎听上去有些道理, 之前他确实去过酒店开会, 也没什么不正常的。 刘鹏对于妻子一直坚信不疑, 他这种性格说,好听点是乖顺, 说难听点就是窝囊, 好吧老婆,我相信你。 不早了睡吧。 这一夜,夫妻二人都没有睡好, 刘鹏一整天都没有精神, 在办公室里偷偷补了一觉, 没想到下午又接到妻子的信息, 老公,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应酬, 不用等我吃饭哈, 周末再补偿你。 刘鹏的眉毛瞬间拧到了一起, 只是这次他留了个心眼, 确认了左文的手机是开机状态, 等他说他们到了应酬的地点, 他马上与妻子开启了位置共享。 知道了妻子的位置, 刘鹏从家里出门直奔这个位于市中心的地点, 妻子口中所谓应酬的地点, 居然是一个酒吧, 刘鹏咬紧了嘴唇, 闷头走了进去, 他倒要看看妻子这次怎么解释。 今夜酒吧里面非常热闹, 两个音箱立在舞台的两侧放着动感的电子音乐, 舞台上有不少青年男女都在跟随着节拍, 舞动自己的身体, 刘鹏也挤了进去看着其中究竟有没有左文, 他努力地找寻着, 但始终没有发现妻子的影子, 刘鹏不甘心, 又在舞台下面的卡座之中看了一遍。 还是没有看到左文, 难道是光线太昏暗, 所以没有看到他, 他拿出电话给妻子打了过去, 左文居然又一次拒接, 以前即使是应酬妻子, 也从来不会这样。 刘鹏的脸色又阴沉了几分, 他向酒吧最里面的包厢走去, 今夜酒吧有五个包厢, 每个包厢都有一面墙, 是由镂空的屏风组成的, 刘鹏到每扇屏风前面查看, 直到最后一扇屏风的前面, 他才恍惚看到左文就在里面, 他想进去, 但是看到旁边有四五个人围在一起, 应该是在谈正事, 如果像左文说的真的是生意, 他进去打扰到他们影响的, 还是他们夫妻感情, 想到这刘鹏又看了一眼里面, 默默转身离开了酒吧, 深夜左文又是一身酒气地回到了家里, 这一次他是自己回来的。 但刚一回家, 又躺在了沙发上, 刘鹏心情沉重, 他扶起妻子, 让他好坐起来喝水, 没想到刘鹏在搬动左文的双腿时, 他的手在一瞬间松开, 将左文的腿扔回原处, 在左文那条贴身的短裙里面, 本来应该有最后一层保护的, 如今居然空无一物。 刘鹏感觉自己就要崩溃了, 一个深夜归家的女人喝得烂醉如泥, 现在底裤居然也不翼而飞, 如果说左文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, 打死他都不信。 刘鹏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, 他将左文拖到洗手间里, 直接打开了淋浴的花洒。 有些凉意的水浇到了左文的头上和身上, 他吓得惊叫一声, 酒也醒了一些, 当看到这一切都是刘鹏的所作所为, 左文不禁怒火中烧, 你这是干什么, 干嘛用水淋我? 刘鹏关掉了花洒, 脸上的表情透出了无限冰冷, 左文, 亏我还这么信任你, 你居然背着我在外面和男人优惠。 左文扶了一把自己的脸, 我哪有什么优惠, 我说了我晚上是去应酬。 你说你去应酬, 那你的底裤怎么会不见了的? 刘鹏让自己尽量平静, 指了指左文的裙子下面。 左文看着自己的丈夫, 他显然是松了一口气, 我还以为怎么了, 底裤是我自己脱的。 酒吧里面太黑, 我们进去刚要开始谈, 我就感觉自己的底裤上粘着什么。 没办法, 我只好忍着, 后来回家的时候, 我就直接脱掉了, 现在就在我的包里。 刘鹏将信将疑地去打开了左文的包, 底裤真的就在提包的里面, 刘鹏看了看, 那你们公司怎么会去酒吧里谈事情? 虽然看到了妻子的底裤, 但是刘鹏还是满肚子都是疑问, 左文一只手扶着马桶, 试图站起来。 但并没有成功, 这是客户的要求, 我们也没办法。 老公, 你以为我想要去那里啊? 他一边埋怨着, 一边带着怒气, 直视着刘鹏。 就因为这点事, 你就把我全身都淋湿了, 还用这么冷的水, 真讨厌, 坏死了。 妻子说得滴水不漏, 刘鹏当下只好叹口气, 将左文的身体擦干, 带他去卧室睡觉, 卧室里左文已经睡着, 曼妙的身体正随着呼吸起伏着, 客厅里, 刘鹏猛抽着烟, 几乎一夜没睡, 终于到了周日, 夫妻二人都可以好好地休息一番, 左文早早地起床为刘鹏做好早餐, 吃完饭, 他撒娇似的搂着刘鹏的脖子, 老公我们好久没有出去走走了, 今天我来当司机, 然后再请你吃大餐补偿, 好不好? 刘鹏在心中苦笑, 他根本没心情出去玩, 更何况妻子如果没有对不起自己, 为什么总喊着要给自己补偿呢? 带着这样的心情, 刘鹏坐上了左文的车子, 他们夫妻俩各有一台代步的车子, 方便上下班, 刘鹏那台是自己买的, 妻子这台车则是娘家出的首富, 左文自己在还贷款, 刚坐到副驾驶, 刘鹏就觉得副驾驶的座椅有些异常, 谁调过座椅吗? 怎么和我坐的时候不太一样? 左文牧师前方专心地开着车, 不知道啊, 可能是同事吧? 我也没注意。 刘鹏系好安全带, 总觉得浑身有些不自在, 前两天的底裤事件发生后, 刘鹏仔细检查过那条可疑的底裤, 上面确实有一些像是口香糖残留物的东西, 粘在妻子的底裤之上, 但是这个颜色和质地, 加上左文居然会在公共场所脱下底裤, 还是让刘鹏感觉到浮想连天, 他不敢多想, 越是多想, 这整件事越是能和一些烟渣的东西联系在一起, 他甚至觉得这并不大的车子里, 也弥漫着陌生男人的气味, 那男人既然可以上他的车, 那他们会不会在车里, 接下来的时间里, 刘鹏都是一副魂不守舍的表情。 无论左文怎么逗他开心, 他都满不在乎, 周一到了, 看着妻子开车远去的背影, 刘鹏的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, 现在一看到妻子去上班, 他的心中就泛起了极大的不安全感,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他跟左文的问题, 其实他想到了办法, 一个是左文车里的行车记录仪, 一个是左文的手机, 刘鹏想到网上有卖监听软件的, 他知道这是犯法的, 但是不搞清楚左文到底有没有背叛自己, 他快疯了。 当刘鹏回到家时,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, 今天左文意外地在家, 正躺在沙发上, 翘着白嫩的小脚玩着手机, 老公, 你回来了。 见到刘鹏进门, 他赶紧迎了上去抱住了他, 但是对方木然地将他的手臂移开。 回来了, 我先去洗洗手。 刘鹏抬眼看了看左文走进卫生间, 一边洗手, 一边想带个行车记录仪, 当时还是刘鹏坚持要装的, 在那段时间里, 城市中多了不少以碰瓷为生的人, 刘鹏担心左文在外面跑业务也会遇到碰瓷的, 所以坚持给他装了一个, 不知道现在还能看到多少画面, 刘鹏痴呻地想着, 差点让水漫过洗手池, 换好衣服, 刘鹏坐到了左文的身边, 左文还在玩着手机, 文文, 你最近真的有些反常, 刘鹏表情凝重地看着左文, 最近几天你的种种表现都让我很难放心, 你到底怎么了, 和我聊一聊好吗? 听了这话, 左文终于放下了手机, 老公, 最近不是流感的高发期吗? 我们公司有好几个很大的单子, 涉及未来三年的发展, 所以最近应酬比较多吗? 说完, 他还在刘鹏的脸上响亮地亲了一口, 对不起吗? 等到我忙完, 一定好好补偿你。 真的没什么? 刘鹏一直盯着左文的脸, 他并没有发现他表现出任何的异常, 真的没有, 老公, 你什么时候变得疑心这么重啊? 左文撅起了小嘴, 开玩笑似的打了刘鹏一拳, 好了, 不要乱想了, 我怎么可能会背叛你呢? 我去洗个澡, 难得不用加班, 我一定要睡个美容觉。 左文一边说, 一边朝着洗手间走去。 顺手将手机放在了插机上, 洗手间响起了哗哗的水声, 刘鹏看着妻子的手机, 心脏开始不停地狂跳, 他将电视打开想做些演示, 借着便将手机拿了起来, 妻子的手机是面部解锁的, 他早就录入了面部识别, 但是将手机举了起来, 居然解锁失败。 难道左文将自己的面部识别删除了? 刘鹏不甘心, 又试了是密码, 妻子一直都是用四个一作为密码的, 从来没变过, 成功了。 刘鹏像做贼一样, 他迅速地点进了妻子的微信, 左文的微信聊天中有很多的人, 都是客户和同事, 还有一些是同学之类, 刘鹏没有发现异常, 如果真的有什么, 大概也被他删掉了吧, 洗手间的水声已经停止了, 刘鹏更加紧张了, 难道又是一无所获, 一无所获, 难道不是好事吗? 就在洗手间的门被推开的前一秒, 刘鹏将妻子的手机投屏到了自家的电视上, 刘鹏这是第一次偷看妻子的手机, 他的心脏又一次剧烈地跳动起来, 左文从洗手间里出来, 他微笑着看了一眼刘鹏, 就进到卧室换了一件睡裙, 接着回到洗手间里吹头发, 等吹干头发, 左文的脸上已经显露出一丝皮态, 他轻轻地吻了, 刘鹏一下就直接回到卧室里躺着, 全程都没有看电视一眼, 刘鹏长舒了一口气, 不过他刚放松下来, 左文的声音就又传了出来, 老公帮我把手机拿进来, 好吗? 刘鹏赶紧应了一声, 接着就把妻子的手机送了进去, 左文半躺在床上, 胸口处露出大片白皙的皮肤, 见刘鹏走了进来他怨然一笑, 刘鹏却有些视而不见, 将手机递给左文, 刘鹏快速地回到了客厅, 手机屏幕上什么变化都没有, 但是过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, 一条微信消息在聊天的界面提示着, 卧室里没有任何声音, 想必左文将手机静音了, 刘鹏死死地盯着屏幕, 他发现这是一个叫王鹏燕的男人, 左文点开了对话框, 王鹏燕竟然是在给他转账, 而且是两笔, 第一笔转账是520元, 另一个则是1314, 这暧昧的数字, 不就明显代表着王鹏燕对左文的爱意吗? 接下来左文的表现让刘鹏始料未及, 他将两笔转账都退还了回去, 这钱我就不收了, 毕竟我和你这么熟, 不用这样, 这是左文对那个王鹏燕说的话, 看似还算正常, 你收下吧, 文文, 说实话, 如果没有你,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 相比之下, 这个王鹏燕说的就暧昧多了, 左文此时好像也开始和对方开起了玩笑, 干嘛这么说, 之前就算没有, 我你不还是活得挺好, 说完, 他还发了一个做鬼脸的表情, 刘鹏站了起来, 他现在就想知道这个王鹏燕是谁, 和左文到底有什么关系, 他静静走到电视旁边, 看到这个王鹏燕的头像是一个观音的玉佩, 左文的微信又有一个新消息提示, 左文切换了聊天界面, 居然是倪祥, 倪祥是左文公司的老板, 这么晚了, 他找左文做什么, 倪祥只发来一句话, 但是这一句话, 就让刘鹏心中的火气愈发旺盛, 他说的是, 你还没跟你老公说吗? 刘鹏再也受不了了, 他想找妻子问个清楚, 这两个人跟他到底什么关系, 不过这个时候, 投屏突然就断掉了, 左文发现了, 同时卧室里传来了嘻嘻嘻嘻的声音, 一定是他过来了, 刘鹏以最快的速度坐到了沙发上, 就在那二分之一秒的时间里, 他选择了什么都不说, 左文走了出来, 手里捏着手机, 面色有些苍白, 老公, 你刚才是不是用我的手机投屏了? 刘鹏缓缓地抬起了头, 看向了有些局促不安的妻子, 是啊, 我想用你的手机看电视剧, 但是也没有找到那个软件就关掉了, 怎么了? 左文的脸色似乎恢复了一些, 但还是有些狐疑地看着自己的丈夫, 好吧, 你下次看什么电视剧, 直接告诉我就好, 我帮你找。 刘鹏打趣地一笑, 怎么, 你的手机里有什么秘密, 是老公不能看的吗? 左文也跟着笑了, 但是笑得有些僵硬, 怎么会呢? 我是怕有些东西你找不到吗? 好了, 早点睡吧, 刘鹏在刚才的最后一刻, 没有选择和妻子摊牌, 更没有问他王鹏燕的事, 因为他已经察觉出来, 无论他怎么问, 妻子都会说他绝对没事, 也不会背叛自己, 而现在这个时候, 刘鹏已经在难相信自己的妻子了, 全部的真相都要靠他一个人亲自找寻, 所以他佯装不知, 就是为了根据刚才的这些线索, 自己去找王鹏燕的真实身份, 刘鹏简单收拾了一下, 就都躺在床上休息了, 左文翻了个身, 面对A刘鹏, 老公, 咱妈最近没有打电话催你吧? 刘鹏看着手机, 并没有回看妻子的目光, 没有, 这种事也不是他催就有用的, 慢慢来吧, 左文有些脸红, 他解开了自己睡衣的袋子, 老公, 要不今晚我们试试? 我算好日子了。 刘鹏低下头, 看着妻子白皙柔滑的躯体, 不知为什么, 他现在在看这人间极品, 总觉得和以前完全不同, 似乎有其他人也曾看过, 甚至亲自品尝过, 越是这样想刘鹏的眉头就皱得越深, 不了, 我累了, 睡吧。 左文还想说些什么, 可是刘鹏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关了灯, 并且翻过身去, 背对睡他, 平常可能两个人还会温存一会, 或者各自玩一会手机才会入睡。 可是今天左文知道, 丈夫根本就没有睡着, 左文注视着丈夫, 他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, 看着黑暗中这个背对A自己的身影, 左文感到丈夫和自己的距离正变得越来越远, 可他不知道的是, 刘鹏对他此刻也有同样的感觉, 哎, 怎么搞的? 左文还没有开出小区, 就感觉今天自己的车子一直在颤抖, 他急得赶紧给刘鹏打电话, 老公, 我的车子一直在抖, 有些不敢开了。 刘鹏在家里早就准备好了, 哦, 是吗? 你在原地等我, 我现在就去看一下。 查看了一下妻子的车, 刘鹏皱着眉头道, 老婆, 你的车子里成树已经到了该保养的时候, 不然车子会出问题的, 我今天去给你做保养。 你开我的车子走吧, 说完, 就将车钥匙交到了左文的手里, 左文感激地看了刘鹏一眼, 然后就朝着他的车子走了过去, 刘鹏默默递上了妻子的车, 看着头上的行车记录仪陷入了思考, 他先是向公司请了假, 然后就开着左文的车子去到了老秦的修车厂, 刘鹏最开始买车的时候, 就是在老秦的修车厂对车进行保养, 和老板老秦的关系非常要好, 小李来做保养的吧。 刘鹏淡淡地笑了一下, 是啊, 秦哥, 我老婆的车子, 可能火花塞该换了, 您给看看吧。 老秦熟练地打开了车前盖, 将火花塞换好, 这台车确实该保养了, 我记得上次做保养也是你来的。 怎么样, 其他的还换吗? 换啊, 要换当然是在秦哥这里换。 刘鹏爽快地笑了笑, 对了, 秦哥, 你帮我找个读卡器吧, 一会我想看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。 因为是老客户了, 所以老秦也没有多问, 直接给刘鹏找来了一个读卡器, 并且让徒弟将行车记录仪的记卡拿了出来, 趁着老秦给车子更换机油和冷却液的功夫, 刘鹏将记录卡插进了读卡器的卡槽, 又将它连接到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, 很快一段段视频资料显示了出来, 不过只有最近一周的记录, 刘鹏有些后悔, 当时为什么不买一个可以存储一整月记录的记卡呢? 不过现在想这些也没用了, 刘鹏开始逐个视频的检查起来, 左文每天都开车去了很多地方, 找起来也是有些不容易, 这些地方大多数都是医药公司或者是药厂, 还有药店都是跟工作相关的, 刘鹏耐着性子看了下去, 终于在第三天, 他有了发现, 那一天, 左文开了很久的车, 直接去到了石礁, 石礁应该不会有什么合作的企业, 他为什么要去那里, 只见左文在一家酒店的门口停了很久, 车子就停在酒店的门外, 刘鹏看到这家酒店的名字叫做宝怡,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, 车子副驾驶的门被拉开了, 同时, 左文也上了车, 虽然没有看到正脸, 但是刘鹏在心里断定, 这一定是个男人, 果然, 一个浑厚的男生在视频中响起, 闻闻, 好久不见, 刘鹏立刻就像被一盆凉水兜头浇下, 真的是一个男人, 而且是在市郊和左文秘密会面的男人, 如果是客户, 会用这种语气说什么, 好久不见吗? 旁边的左文没有说话, 而是指了指头上, 他的指尖似乎正对于摄像头, 似乎在提醒着男人, 这里有行车记录仪, 刘鹏看到这里, 不由的一阵冷笑, 行车记录仪, 不仅可以记录车子外面发生的一切, 还会记录下车子里面的声音, 或者影像, 这些还是当时他自己亲口告诉妻子的, 没想到他不仅记得很清楚, 而且还在与陌生男人单独见面的时候, 活学活用, 真特么讽刺, 那边的男人低声地笑了笑, 接着, 他说了一句足以激怒刘鹏的话, 怕什么, 没人会去查看的, 怎么样, 有没有想我? 左文的声音马上响起, 鹏燕, 别这样, 我才没有。 鹏燕, 鹏燕, 他就是左文微信里给他转钱的王鹏燕, 刘鹏感觉全身一阵贪软, 左文这样说话的时候, 往往说的都是反话, 而且这种撒娇一般的温柔的话, 他只对自己说过。 视频中的妻子, 居然对那个男人也是一样的温柔, 刘鹏感觉自己已经看不下去了, 可是一种冲动促使他继续看下去, 这种冲动就是他想要知道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, 不过左文和那个男人接下来倒是一路无话, 后来左文将他送到了一个路口, 自己就开车回了公司, 虽然没有看到这两个人有什么龌龊的举动, 但是在左文消失的那半个小时又发生了什么, 刘鹏觉得心里有两股力量正在不停地冲撞, 一股冰冷在提醒他, 妻子和这些男人什么都没有, 一切都只是他的意想, 另一股滚烫则时刻在告诉他, 左文现在已经是个背叛他的女人了, 两股力量不断交织, 让刘鹏格外的痛苦, 逐渐滚烫占了上风, 刘鹏感到自己的心正陷入一片火海, 保养完毕, 刘鹏有些木然地坐在车里, 他的最终目的真的是想要报复妻子吗? 结婚已经将近五年, 他们之间的爱似乎已经不像结婚之初那么浓厚了, 在他和左文谈恋爱的时候, 就觉得左文太漂亮, 太出挑, 自己可能有一天会难以控制住他的魅力,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, 左文对自己真的很好, 刘鹏也就放松下来, 那种无形的压力, 也渐渐消失了, 如今, 还没有到七年之痒的时刻, 难以他们的婚姻就开始出现危机了吗? 刘鹏真的很想相信妻子, 但是最近他的表现, 让他一次又一次的感觉。 妻子有什么在瞒着他, 他将车子开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, 静静地坐在里面发呆, 车子里还有妻子平时身上的淡淡香气, 是那样的清新, 他很纠结, 到底要不要将买个监听软件安装在妻子的手机里呢? 万一对他不利, 又让左文发现是自己干的, 到时候可就真的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, 这个时候左文的微信响起, 老公, 车子怎么样了, 你回公司上班了吗? 刘鹏咬着嘴唇想了想, 告诉妻子自己已经回到公司了, 好吧。 左文发了一个做鬼脸的表情, 没办法, 今天晚上又有应酬了, 不过不用担心, 我会早点回家的。 刘鹏一看, 马上就急了, 他直接打给了左文, 可是对方立刻把他的电话挂断, 怎么了? 老公, 我现在在开会呢, 你给我发微信吧。 刘鹏将手机凑到嘴边, 情绪有些激动, 不许喝酒, 早点回来。 等你到了, 就告诉我你的位置, 我去接你。 过了很久, 左文才回复了他, 上面只有两个字, 好的, 刘鹏点燃一根烟, 狠狠地抽了起来, 心中充满了愤闷, 晚上, 左文给刘鹏发来了他的位置, 是一家中档酒楼, 虽然不是上次的酒吧, 但是刘鹏欲赶。 这次妻子依旧会喝得大醉, 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, 刘鹏连晚饭都没吃, 一直盼着妻子能早点联系他, 可是等到了晚上十点, 左文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, 刘鹏发的消息也全部都石沉大海, 没有任何回应, 十点一刻, 妻子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, 刘鹏急急地接起, 可是刚一按下接听见, 他的心就犹如被绑上了石头, 直接沉入了无边深海, 请问你是刘鹏吗? 我是左文的朋友, 他现在喝醉了, 麻烦你过来接他吧。 这个声音刘鹏太熟悉了, 就是行车记录仪里面的那个声音, 是那个叫王鹏雁的男人, 他和左文居然在一起, 刘鹏什么也顾不得了, 他用最快的速度开到了那家酒楼的门口, 远远地只见左文靠在一个瘦高男人的身上, 并且身上还披着他的外套, 男人将手放在他的肩头, 似乎是在轻声地安慰他, 那每一幅画面都像是在向刘鹏深深地挑衅, 他再也忍受不了, 直接冲了过去, 将左文一把搂在怀里, 右手同时不轻不重地推了男人一下, 离我老婆远一点, 男人听了刘鹏的话, 赶紧放开了左文, 后退了一步, 脸上写满了尴尬, 不好意思, 我是怕他摔倒, 刘鹏冷笑看着他, 是啊, 我知道你是好心, 男人有些疑惑不解地打量着刘鹏, 似乎没有听懂他的意思, 他比刘鹏高出将近一个头, 身形很瘦, 头发里的一丝不乱, 西装笔挺, 站得很直, 你就是刘鹏吧, 你好, 我是左文的朋友, 刘鹏正仔细观察着对面的男人, 发现他的脖梗上好像挂着一根红绳, 可能红绳上面就是那枚玉观音吧, 而他的声音, 刘鹏更是难以忘记, 不是王鹏燕, 还会有谁呢, 我知道你是谁, 你叫王鹏燕, 对吧, 刘鹏的语气毫不客气, 你以后最好别再来找左文, 他结婚了, 最后面那四个字, 是刘鹏咬着牙, 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的, 他瞪着王鹏燕, 眼神中充满了敌意, 王鹏燕虽然觉得尴尬, 但是也马上将思路调整清晰, 刘鹏, 我想你弄错了, 我和左文见面, 谈的都是生意上的事情, 所以你就把他灌醉成这样, 刘鹏几乎要用眼神杀死王鹏燕, 他愤怒地低吼着, 惊醒了在他怀里的左文, 老公, 你终于来了, 说完这一句, 左文忍不住跑到路边的一棵树下, 狂偶不止, 如果你说你是他的朋友, 那么你就忍心看着他喝成这样, 刘鹏又是心疼, 又是焦急, 王鹏燕感受到了, 对方有些无理取闹, 似乎是在拿自己泄愤, 他也有些不悦, 整件事情本来与我无关, 你也不要赖在我的头上, 谁知道, 刘鹏听了更加的火大, 站在他面前的, 可是左文曾经私会的男人,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 直接给了王鹏燕一拳, 王鹏燕被打得晃了晃身子, 差点倒在地上, 他在原地站直, 脸色变得铁青, 刘鹏, 你别在这里胡闹, 我给左文面子, 不想跟你打架, 话还没有说完, 刘鹏已经压制不住自己的冲动, 朝着王鹏燕又是一拳, 这一拳打在王鹏燕的腹部, 他痛苦地弯下了身子, 借着抬起头来, 一拳打在刘鹏的侧脸, 两个男人顿时撕打起来, 街上的人不算多, 但已经有几个人上来劝架, 却越劝越糟, 刘鹏本来没什么优势, 但是此刻的他, 已经陷入了疯狂的状态, 他不想等到真正看见左文和王鹏燕有什么, 再去和妻子理论, 这使得他, 理智已经完全被燃烧殆尽了, 左文想要拉开两个人, 反而险些被刘鹏推倒,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, 刘鹏抹了抹嘴角上的血, 他已经将王鹏燕几乎压在身下, 就当他要继续攻击时, 远处响起了刺耳的警笛, 原来早就有人打了110, 不等两人停手, 刘鹏, 左文和王鹏燕就都被带上了车子, 带回去听后处理, 这是刘鹏第一次被手铐靠住, 但是看着对面被自己打到剑红的王鹏燕, 刘鹏的心里还是有一种莫名的快感, 做完笔录, 已经到了深夜, 刘鹏的眼睛里布满红血丝, 一边脸也有些浮肿, 王鹏燕也没有比他好到哪里去, 他的鼻子和嘴角都流了很多血, 泪下挨了刘鹏一脚, 一直隐隐作痛, 左文这时候早已酒醒, 他压低声音, 尽量表现得不那么愤怒, 刘鹏, 王鹏燕是我的朋友, 你为什么要打他? 刘鹏抬起头, 斜着眼看着自己的妻子, 不仅是你的朋友, 也是你的前男友吧? 他的话让左文猝不及防地向后退了两步, 刘鹏注意到左文居然有些脸红, 没想到自己炸了这么一句就炸出来了, 难道你一直在调查我? 左文回过神来, 气愤地问着刘鹏, 对方始终挂着那种冰冷的笑容, 如果不是你最近做的事情那么令人怀疑, 那么我又怎么会调查你? 刘鹏, 你够了, 实在有些失控, 左文朝着刘鹏低吼着, 旁边走过一个民警, 他赶紧坐回了原位, 民警走了过来, 看着刘鹏, 本来应该按寻衅姿势拘捕你, 但是双方的损失不重, 对方又提出和解, 今天就这样, 一会你们就走吧, 你们私下调解, 有问题再来找我们。 说完, 就拿出文件让刘鹏签字, 刘鹏到现在还是一肚子愤懑, 他就算真的进去, 也不愿意和王鹏宴这个小人和解。 但是如今, 这可能也是最好的办法了, 走出派出所的门口, 刘鹏看见王鹏宴正在门口抽烟, 左文有些局促地去给王鹏宴道歉, 今天的事真是对不起。 王鹏宴刚要说话, 刘鹏就把左文拉了回来, 跟他道歉干什么, 你有什么对不起他的? 左文强压着心头的怒火, 刘鹏, 你还嫌闹得不够吗? 他们还在纠缠, 王鹏宴倒是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, 今天的事就这样吧, 我不想你进去, 这样对左文不好。 我也没想过你会感谢我, 但是你可以对他好点。 刘鹏笑了, 笑中带着深深的机窍, 我对我老婆怎么样? 跟你有什么关系, 见两个人又是剑拔弩张, 左文赶紧将刘鹏和王鹏宴拉开, 这场闹剧算是暂时结束, 入夜的风很凉, 左文走在风中瑟瑟发抖, 刘鹏看着妻子, 心中突然生起无限悲凉, 自己难道不能给他幸福吗? 为什么他会变成现在这样? 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女人回到了家里, 两个人心照不宣地各自洗漱, 刘鹏的伤口疼得睡不着, 他躺在床的一边辗转反侧, 而左文一直沉默不语, 居然很快就睡了过去, 正当刘鹏昏昏沉沉, 马上就要睡着的时候, 妻子那边突然有一片光亮起, 他马上意识到那是手机的亮光, 便悄悄起身, 想要在手机的屏幕熄灭之前, 看看是什么消息, 就在刘鹏看到妻子手机的那一刻, 他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, 王鹏燕, 早点休息, 晚安, 我会想你的, 如果说, 之前刘鹏还抱着一丝希望, 那么现在王鹏燕的信息, 摧毁了他仅有的坚持, 他一直以为, 凭借自己的努力, 可以让妻子结束这一切, 回归家庭, 但是现在看来, 这些都是自己的空想和空谈, 刘鹏呵呵地傻笑起来, 看着熟睡中的妻子, 他真的很想做一些极端的事情, 不过刘鹏终归是刘鹏, 没有血性冲动的驱使, 他到底还是一个温和的人, 这曼妙的躯体, 自己也曾经为他疯狂着迷过, 而如今, 又有多少人尝过他的珠唇, 多少人掀起过他的裙摆, 为什么昔日温柔的妻子, 现在却表现得那么开放, 甚至有些, 人尽可福, 刘鹏瞬间有了一种抱负性的冲动, 他掀起了妻子的被子, 把手放在他光滑的皮肤上, 佐文懵懂地醒来,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 刘鹏就已经趴在他的身上, 不行, 老公, 今天不行, 快睡吧, 他含糊不清地说着, 刘鹏却已经开始了动作, 疼痛让佐文瞬间清醒, 老公, 你这是干什么啊, 快停下, 我好疼, 在黑暗中, 刘鹏的眼睛闪闪发光, 妻子的话, 不仅没有赢得他的任何同情, 反而刺激了他的神经, 让他变得更加疯狂, 佐文最后也不再反抗, 只是默默地躺在床上流泪, 事后, 佐文去洗手间清洗, 刘鹏又一次趁机拿起了他的手机, 打开了查找手机的功能, 刘鹏在电脑上登录佐文的手机账号, 就可以随时看到他的位置, 刘鹏也不想这样做, 但是现在的他, 已经有些处于疯狂的边缘了, 第二天早上, 佐文看着丈夫脸上还没有愈合的伤口, 又想到他这几天的举动, 真是又难过, 又心疼, 又愤怒, 在沙发上坐了一会, 刘鹏本来想要起身给佐文倒杯水, 没想到对方的动作比他要快, 佐文静止, 走进了卧室, 从柜子上面拿出行李箱, 开始收拾衣服, 刘鹏突然恐慌起来, 难道佐文要回娘家? 想到佐文那个强势的母亲, 刘鹏更加担心, 他赶紧走到卧室里, 一把将佐文拦腰抱住, 老婆, 这几天可能我是冲动了一点, 但是我只是担心你, 怕你在外面被人伤害, 佐文斜眼看他, 脸上多了一丝苦笑, 你只是对我不放心, 怕我会给你戴绿帽子罢了, 我出去几天, 你在家里好好冷静一下吧, 这下, 刘鹏彻底慌了, 老婆, 我错了, 我真的错了, 你不要走, 好不好? 左温叹了口气, 他拉着刘鹏的手, 坐到了沙发上, 我本来应该今晚告诉你的, 但是你今天真的让我很失望, 领导已经派我去红积医药的药厂去学习了, 大概一周之后回来, 话音刚落, 左温又重新站起身来, 这一周的时间, 我就住在药厂附近, 你在家好好冷静吧, 听到妻子不是回娘家, 刘鹏暗自松了一口气, 但是他马上反应过来, 你说的那个红金医药, 是不是王鹏彦的药厂? 左温的嘴唇紧紧地抿着, 他有些生气地回头看着刘鹏, 我可以告诉你, 王鹏彦确实是我的前男友, 但是我们现在只是生意上的关系, 你别想得太复杂了, 我能说的就这么多, 说话间, 左温的东西也收拾得差不多了, 刘鹏走到他的身边, 死死地攥住了行李箱, 老婆, 我们不去那里好不好? 那个王鹏彦, 他绝对对你还有意思, 就算左温是清白的, 从那个王鹏彦这几天对他说的话可以看出, 王鹏彦绝对还是惦记着左温, 左温脸色一白, 表情顿时变得有些尴尬, 他也不是傻子, 王鹏彦对他说的话还有发的红包, 他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, 老公, 你不要再怀疑我了, 我和他真的什么都没有, 我都已经嫁给你了, 你还怕什么? 刘鹏心里在怕什么, 左温自然是知道的, 不过他也顶着巨大的压力, 所以现在只能保持沉默, 两个人又争执了好一会儿, 刘鹏才不情愿地松开了手, 既然你非去不可, 那我送你去, 左温摇了摇头, 药厂在市郊, 离我们这里很远, 我得开车过去, 之后万一出门办事, 还是要开车的, 刘鹏还是不肯放松, 最后在他的一再坚持下, 左温只能让刘鹏在后面开车跟着自己, 红金制药厂就在城乡结合部的边缘, 旁边有一家快捷酒店, 刘鹏陪着左温办理了入住, 又和他一起进到了房间里, 这里还不错吗? 反正你是一个人, 要不我也搬过来吧。 左温笑了笑, 别闹了, 你搬过来, 怎么上班? 太不方便了。 他笑着哄刘鹏离开。 我又不是第一次进药厂学习, 放心吧, 再有一周我就回家了。 刘鹏本来想赖在这里不走, 但是转念一想, 他又痛快地离开了, 不过到了楼下, 刘鹏并没有开车走掉, 而是把车停在了一个隐蔽些的角落, 他想要看看, 左温在这里究竟会做些什么? 天色将晚, 刘鹏就好像侦察人员蹲点一样, 买了一个面包, 一瓶水便吃便死死地盯着酒店的门口到了八点多。 城乡结合部这种地方, 路上就基本没有人了, 刘鹏将手机充上电, 已经感到有些无聊, 也许自己真的想错了。 不可能, 单凭王鹏燕说过的话, 刘鹏就感觉他一定会来找左温。 将近九点, 刘鹏已经感到非常疲倦之时, 一辆黑色奔驰向他的方向驶来, 看到那辆黑色的奔驰, 刘鹏顿时来了精神, 这是倪祥的那辆奔驰车。 公司已经派他去红金医药的药厂去学习了, 他到这里来干什么? 刘鹏将车子里的灯熄灭, 在黑暗中观察着倪祥的车子, 他的车子没有熄火, 倪祥将一只手放在车子外面, 烟头在黑暗中一鸣一面, 看样子, 他好像是在等人, 刘鹏握紧了拳头, 倪祥的这副表情。 不是在等左闻, 还会有谁, 果不其然, 过了大约十分钟, 左闻从酒店的门里走了出来, 他很熟练地拉开了奔驰车的后门, 然后坐了上去, 刘鹏透过前挡风玻璃, 只能看到他俩不停地在说些什么。 这时, 刘鹏看到倪祥牵起了左闻的手, 过了一会, 左闻抽出手撩了撩头发, 虽然如此, 但是现在刘鹏的心情, 恨不得把脚踹进油箱里面, 他努力地逼着自己冷静下来, 那个直接撞上去和左闻同归于尽的念头, 一次又一次地出现, 又一次次被刘鹏平息, 就在他马上要忍不住的时候。 居然又走过来一个人是万飞, 不能让他发现我。 万飞先是左右看了看, 发现根本没人。 于是也拉开车门坐了进去, 他们两女一男在车里, 现在她的心中充满了问号, 又过了十几分钟, 左闻跟万飞走了出来,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万飞是自己来的, 他似乎也是一个人悄悄离开的, 就在他以为尼翔就此离开。 他可以上楼去找左闻的时候, 刘鹏意外地发现, 尼翔下了车, 开始慢悠悠地抽起烟来, 又过了几分钟, 一个身影出现在了尼翔的身边, 他们俩立刻钻进了车子, 夜里的空气依旧有些寒冷, 刘鹏静静坐在车里, 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, 他偷偷从车里走了出来。 站在酒店旁边一家面馆的转角, 这里刚好可以看到酒店门口的动静, 又不会被注意到, 尼翔和王鹏宴已经在那里交谈了一阵子, 谈得热火朝天, 刘鹏挠了挠头, 如果没记错的话, 这个王鹏宴是刚从国外回来的, 这次也是通过左文财和万优医药搭上线, 难道是自己记错了, 还是他们本来早就认识, 那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并不大, 刘鹏和他们有一段距离, 听不清他们具体的谈话内容, 可是说着说着, 你想抬头看了看楼上, 王鹏宴也跟着抬头, 他们看的方向, 大概就一直住在酒店里的左文, 而这两个人的脸上同时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, 不对劲, 他俩好像早就认识, 并且好像在密谋什么对左文不利的事情, 全都不对, 左文应该被骗了, 如果不是在暗处, 刘鹏此刻真想冲上去, 在这两个家伙的脸上各踩几脚, 他们俩又聊了几分钟, 王鹏宴才离开, 你想也随即开车, 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, 刘鹏看着他们远走, 他很想上去找左文, 但是想想又作罢了, 他不知道这时候应该和妻子说什么, 或许见了面, 他们之间已经没什么话题了。 跟他说自己发现的事情, 妻子估计也不会相信, 开着车回到家, 早就过了午夜时分, 刘鹏觉得很是疲惫, 他洗了个澡准备睡觉, 突然手机收到一个短信, 点开短信的内容, 刘鹏顿时觉得五雷轰顶, 这是一个三分多钟的视频, 视频中, 左文身无寸缕, 正躺在一个胖子的身下, 娇媚地扭动着, 整个视频中, 左文都是全程露脸, 你是谁? 这个视频你从哪得到的? 你想要什么? 刘鹏问, 对方很快发来一句话, 刘鹏抹了一把脸, 看到了信息, 哈哈哈哈, 看到你老婆的样子了吗? 这么淫荡你还把她当个宝? 你个窝囊废, 你是谁? 你到底要干什么? 我老婆不会做这个事情, 这绝对不是我老婆, 发完这条信息, 刘鹏将手机一扔, 整个人摔在了床上, 他感到他的世界已经开始崩塌了, 以前那个温柔可人的妻子, 究竟到哪里去了? 刘鹏做梦也想不到, 妻子居然真的有背叛自己的一天, 他之前说的所有理由, 自己还都傻乎乎的相信了, 看来一切都是错的, 从一开始就错了, 左文在婚姻之中, 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, 就这样, 刘鹏在窗边哭作了一夜, 有那么几个时刻, 他真的很想一跃而下, 逃避开所有的痛苦, 但是在纠结之中, 他摆脱了这种想法, 清晨, 刘鹏向公司请了假, 直接开车到了律师事务所, 大约中午时分, 他又一次开车, 来到了红金制药厂附近的酒店, 给左文打了电话, 懵懂得左文告诉刘鹏自己的房间号码, 他还没有明白刘鹏为什么会突然来找自己, 房门被打开, 一股妻子熟悉的香气扑鼻而来, 刘鹏默默地走了进去, 看着略带不解的妻子, 那张温柔的脸依旧是如此明艳动人, 他感觉眼泪就在眼眶中打转, 老公, 你怎么了? 脸色怎么这么不好? 是不是昨天没睡好, 还是生病了? 左文关心的伸出手想要摸一摸刘鹏的额头, 对方却马上躲开了, 半想, 刘鹏终于抬起头, 他直视着妻子的眼睛, 从包里拿出两份协议书, 老婆, 我们离婚吧。 左文错愕不已, 小嘴惊讶成一个夸张的O型, 老公, 你到底怎么了?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? 如果有事, 你可以跟我说啊。 刘鹏再也说不下去, 他从手机里找出那个视频, 递给了左文, 左文点开了视频。 一开始, 他惊讶地倒吸了一口凉气, 逐渐地, 他嘀嘀声在房间里回荡, 老公, 我知道你怀疑我, 但是你听我说, 这绝对不是我。 老公, 你一定要相信我, 刘鹏收起手机, 脸上带着几分扭曲的冷笑, 怎么, 难道你要告诉我, 这是一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, 他被拍到, 而且恰好被我看见吗? 左文拉着刘鹏的胳膊, 不让他离开, 老公, 这真的不是我, 我发誓, 如果这人是我, 我就快停下吧。 刘鹏冷冷地打断了他,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? 左文抹了抹眼泪, 他瞪着红红的眼睛, 看着自己的丈夫。 老公, 你能告诉我, 这个视频是谁发给你的吗? 他这样一问, 反而勾起刘鹏怀疑, 没有谁。 还有, 别再叫我老公了。 房间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, 左文坐在床边默默地掉眼泪, 刘鹏两手抱胸, 皱着眉头保持思考, 老公, 左文泪眼朦胧地看着刘鹏, 似乎想要挽留他, 不管怎么样, 你先住在这里吧。 等我把事情查清楚, 你再回去。 刘鹏也发现了不对劲, 他要调查出一切, 到底是谁在挽他。 刘鹏看着自己手里的两份离婚协议书, 终究还是没有让左文在上面签字, 看着妻子泪如雨下, 刘鹏感觉胸中有什么滚烫的东西, 在心口处灼烧着自己, 他拿起协议书, 看着左文, 最终, 他在他的额头上吻了一下, 就算最后真的要分开, 他也没办法忘记, 这几年里, 彼此之间的夫妻情分, 如果不能走到最后, 刘鹏也决定绝不报复左文, 毕竟, 他也曾经是他的亲人, 开车回到家, 刘鹏望着有些灰暗的房间, 心中无限感慨, 似乎好久都没有收拾房间了, 之前就算在忙, 左文也会主动承担大部分家务, 现在家里可能快没有女人了, 估计又会变得像狗窝一样, 刘鹏将屋子打扫一心, 又从里到外彻底的洗了个澡, 随后, 他走到书房掏出笔记本, 他把自己最近遇见的这些事情, 全部写了下来, 他认真捋了一遍, 觉得这里有些问题, 他抬头看了看, 刚才收拾房间找出来的文件, 是一份股权认购书的副本, 认购书副本还有一张纸条, 这上面写的是, 老公, 从此以后我就是万优的股东了, 这也是我给你的惊喜, 往后, 我会为你努力创造幸福的, 左文应该是想给我一个惊喜, 他用积蓄买了公司的股权,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努力应酬的原因吧, 刘鹏的表情突然变得很痛苦, 甚至有些扭曲, 现在有个问题, 就是那段视频到底是真是假, 他去问左文, 他当时震惊跟否认的样子不像是假的, 所以, 也有可能视频可以作假, 是啊, 如果这个视频不是真的呢, 晚上, 刘鹏叫了代驾, 直接朝着万优医药的办公大楼驶去, 到了办公大楼里, 想办法绕过了昏昏欲睡的保安, 刘鹏悄悄地进入了万优医药所在的楼层, 这是一个大平层, 长长的走廊两侧是各个办公室, 而霓翔的办公室就在走廊的尽头, 刘鹏走到总经理办公室的门前, 发现已经被霓翔上了锁, 估计万优医药的大部分资料都在霓翔的办公室里, 这可怎么办, 刘鹏在门口观察了半天, 这个锁是防盗门上的实心锁, 就算是用发卡一类的东西撬动, 也没法打开, 谁在呢? 背后的一声惊呼, 吓了刘鹏一跳, 他一回头, 看到一个人影朝着办公区跑了过去, 他赶紧追了上去, 对方的速度不快, 刘鹏没费力气就擒住了他的手臂, 借着窗外透过来的微弱月光, 刘鹏看到眼前这个瑟瑟发抖的女人, 居然是万菲, 你怎么在这里? 刘鹏开口问道, 哦, 我是左蚊的老公, 万菲刚刚从荒乱之中恢复过来, 他定睛一看, 发现确实是刘鹏, 姐夫, 大半夜的, 你怎么到我们公司来了? 刘鹏还没等回答他, 就感觉后脑一疼, 接着两眼一黑就晕了过去, 等刘鹏再次醒来, 已经身处在一个有些寒冷的地方, 他刚一起身, 就感觉身体在不由自主地发抖, 眼前有两个人似乎是在争吵着, 旁边是堆积如山的货物, 也全都像冰块一样冷, 老公, 你醒了? 刘鹏抬头一看, 左蚊正抱着自己, 他的发烧已经结冰, 身体同样在颤抖着, 这是哪里? 刘鹏试着说话, 可是他刚一开口, 脑袋就像要裂开一样的疼痛, 呵呵, 你终于醒了。 前面的两个人听到刘鹏的声音, 停止了交谈, 在有些刺眼的白色灯光下, 刘鹏终于看清, 面前的正是霓祥和王鹏宴, 那天我就发现他了。 马德, 早知道就应该早点把他给做了, 你想脸上的横肉一抖一抖的, 似乎每一个细胞都想马上把刘鹏杀死, 没关系, 现在也不晚, 他手里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, 又能拿我们怎么样呢? 这个声音刘鹏也不陌生, 不就是那个之前还温文尔雅的王鹏宴吗? 不过当下, 他绅士的嗓音却带着无限的冰冷与残忍, 就好像一个没有感情的刽子手, 鹏宴, 还有你总,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左温有些绝望地问着, 看来他现在还被蒙在鼓里, 王鹏宴看了一眼左温, 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, 文文, 如果你当时选择了我, 而不是这个废物, 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。 听了他的话, 左温惊愕地睁大了眼睛, 仿佛听不懂王鹏宴在说什么。 刘鹏摇了摇头, 盯着王鹏宴跟倪祥说, 你们两个看来早就认识吧, 如果我没有猜错, 你们两个之间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, 现在频频让左温上位, 甚至出让股权, 就是想让他当替罪羔羊, 对吗? 王鹏宴挑了挑眉毛, 随即笑了笑, 看来我小看你了, 你的脑子也不是那么笨的, 看到那样的视频, 竟然还不跟左温离婚, 刘鹏, 你真是窝囊啊。 刘鹏的嘴角挂着一丝后知后觉的惨笑, 原来那视频是你发的, 可怜我老婆一心想要维护你们的利益, 那么努力就是为了两家公司的合作, 结果却是被你们利用。 左温的脸上写满了惊恐,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王鹏宴, 鹏宴, 这是真的吗? 告诉我这不是真的, 屌子, 你给我闭嘴。 王鹏宴苍白的脸扭曲得更厉害了, 我当初那么爱你, 你居然和我分手, 去找这个屌丝, 你知道我有多么痛苦。 还好, 我刚刚回国, 你总就找到了我。 万优和红金就这样有了一次合作的机会, 而这次合作的牵头人, 我们费尽心力, 就是为了把你推上来。 之后, 两家公司所有的黑帐都会算在你的头上, 而你也会在黑暗的阴沟里, 和你的屌丝丈夫一直腐烂下去。 王鹏宴大笑起来, 伴随着的是左温滴滴的哭声, 我以为我们都和过去说再见了, 我以为我们还是朋友, 刘鹏看着妻子只是虚弱地摇了摇头, 别说了, 其实这一切只是他们做的局。 这个王鹏宴可能已经不正常了。 听到他的话, 王鹏宴收起了冷笑, 说那么多废话做什么。 走吧, 你想看向左温, 眼里不再是之前的欲望, 而是疯狂的杀意, 本来想用你们为新生产的疫苗做实验的, 不过现在不需要了。 这里是医药冷库, 没人会来, 留在这里慢慢冻死吧。 说完, 两人就直接走出了库门, 紧接着传来的是上锁的声音, 随着锁头的转动声音, 冷库的门被彻底锁上了, 忍着头疼和晕眩, 刘鹏想尽了办法, 想要将门打开, 但却无济于事, 仓库里面越来越冷, 似乎王鹏宴将温度调低了不少, 对不起, 老公。 左温擦了擦眼角的泪水, 眼泪在他的手上, 很快变成了细小的冰晶, 公司里的很多事情, 我都没有告诉你, 是因为想给你一个惊喜。 本来以为是一次赚钱和升职的机会, 我把整个人生都交付给了公司。 没想到换来的是这样的结果, 左纹低下头, 眼泪就好像断了线的珠子, 这段时间, 你想无论提出什么要求, 我都尽量答应。 哪怕是让我喝得不省人事, 我没想到, 他这么做, 竟然只是拿我当一个牺牲品, 刘鹏走到他的身边, 轻轻抱住妻子, 别说了, 都过去了。 老公, 我们会死在这里吗? 左温的话让刘鹏也产生了一丝恐惧, 是啊, 他们会死在这里吗? 现在应该是半夜时分吧, 就算是呼救, 应该也没人会听到, 他摸着自己的口袋。 试图找到手机的位置, 可惜刘鹏和左温的手机, 都被倪祥和王鹏宴拿走了, 左温面色惨白, 望着门口的方向, 别找了, 就算有手机, 这里也很难会有信号。 嗯, 一声声音传出, 很轻微, 但是在冷库中却格外清晰, 刘鹏和左温吓了一跳, 他们寻声看去, 才发现一个身影正缩在药品的角落里, 万飞。 左温惊呼出声, 两个人赶紧跑过去, 原来万飞也被打晕了, 扔在这里,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, 万飞也忍不住哭了起来, 师父, 我对不起你, 是你总让我帮着他们的。 万飞一边哭, 一边断断续续地说着, 那天在酒吧, 我们没谈好, 你总后来很不高兴, 他让我继续在你身边, 直到你把整个罪名都背上。 左温叹了口气, 可能我看人的眼光真的不准。 万飞越哭越厉害, 他的身体也在剧烈地颤抖, 怎么办, 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? 刘鹏皱着眉头, 狠狠地踢了冷酷的大门一脚, 如果有手机就好了, 至少可能会拨出电话呢。 万飞听了他的话, 突然愣住了, 半想, 他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只能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。 他们拿走了我常用的手机, 但是这个是我私下用的, 你总他们没有发现。 快把手机给我。 刘鹏飞快地跑过去, 拿起那部手机, 可惜, 这里没有手机信号, 刘鹏不甘心, 我试一试, 总会有的。 于是左温和万飞互相取暖, 刘鹏则拿着手机, 在这巨大而寒冷的医药冷库中缓慢前行, 就在他几乎要走到尽头的时候, 电话的信号瞬间变成三个。 有信号了, 刘鹏赶紧拨打了110和120, 就在他失去意识的前一秒, 他听到一声巨大的闷响。 几名医护人员冲了进来, 他再一次地晕了过去。 再后来, 三人成功获救, 尼祥和王鹏燕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, 他们也知道了, 那个视频是尼祥偷露的, 自己跟床扮上床的, 王鹏燕找人用AA技术制作的换脸视频, 刘鹏当时急火攻心, 只觉得那女人就是妻子, 但是没有注意到其余的部分和左文差别很大, 夫妻二人最后终于得知二位真相。 左文恢复了清白, 经历了冷库中的生死考验, 他们两人也和好如初了, 左文离开了万忧, 换了一份清闲的工作, 刘鹏依旧在以前的公司上班, 那份离婚协议也早就被两人撕碎。 这天, 刘鹏早早地下班回家, 妻子说身体不舒服, 提前去医院检查, 自己先回到了家中, 让他十分担心, 打开家门, 刘鹏看到左文坐在窗前, 若有所思, 怎么了? 老婆! 左文缓缓转身, 他的脸上布满了愁云惨物, 像是经历了什么让他极度悲伤的事情, 刘鹏心里一惊, 刚要过去抱住妻子, 左文将一张化验丹地给了他, 下一秒, 妻子脸上的难过, 全部化成了惊喜与甜蜜, 恭喜你, 要当爸爸了。 刘鹏正正看着妻子, 随即陷入了狂喜之中, 我要当爸爸了, 我要当爸爸了。 如果说之前种种猜疑都是妻子造成的罪, 那么这一刻起, 左文就是家里独一无二的功臣, 刘鹏紧紧地抱住妻子, 在这一刻, 他仿佛拥有了全世界。